贯穿全场最夯的概念就是防疫科技 主打离得越远越安全 就有南韩电子大厂推出了巨型透明荧幕 放在寿司店里 不只可以当菜单 还能充当透明防疫隔板 寿司店里桌上出现一片巨大透明荧幕 不只可以当菜单也能看电视 更重要的是还能充当透明防疫隔板 在吧台上移动自如超级酷炫 这是南韩企业最新推出的OLED透明荧幕 透明度达到40% 因应新冠肺炎疫情 今年的消费性电子展全都改为线上举行 各家电子大厂所有新科技 也几乎围绕着疫情大转 声控联盆头不用动手只要出声音 还有防疫口罩能透过感应器 侦测呼吸数据和空气品质 甚至还有防疫贴片贴上去就能感测 发烧症状 到餐厅点餐也不用再害怕 不小心摸到病毒 仔细看手指头隔空动一动 根本完全没碰到一幕 就能感应到顺利完成点餐 原来这是利用3D相机搭配AI技术 就算距离一公尺远也能识别 用科技让防疫更深入日常生活 记者综合报道